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的休息时间 今节有我徐乐山 还有我们的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好了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浪费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昨晚本来也打算睡觉 看到那些帮友热烈地讨论一件事 不断分享出来 我看到那张图也忍不住要在心里想说粗口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阮民安的屎人头在那儿 昨天会发噩梦啊 撒嬌啊 没有啊 今天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会有什么事呢 是啊 什么事呢 再看一看这纸 阮民安个人演唱会 真的吗 哎呀 你这个老MK啊 我看到一张过气MK竟然有得搞演唱会 是的 因为他之前其实在黑暴的时候都说过几次要搞的 搞的又不成 搞的又不成那些 唱来唱都唱不了 这一次我看一看 哇 是不是真的吗 说什么 吉耿 胜利呈现 吉耿的意思呢 就是有一家黄店 就叫做吉耿嘛 都好像在旺角那边 不知道是旺角还是左敦那样的 不过这家吉耿呢 遲些可以改名 叫死耿 因为那两个老闆好像都有一件事在身的 因为就藏着一些武器的那些在店铺里 吃东西就吃东西 藏着什么武器呢 除非你说那支警棍呢 用来打牛丸 就是火鸡姐打牛丸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头盔就防止弹成头都是 那他就刺激什么什么似乎是帮他发起人 那为什么搞这个个人演唱会呢 那我看一看在哪儿搞呢 咦咦 哇 在这个墨花审场馆搞这件事 就在9月9号至10号有两场 那晚上8点钟 那票价呢 两种 三百八十和五百八十 那两个票价了 哇 这么贵啊 贵啊 阮民安而已啊 不如我吃一碗牛丸吧 最多值10元而已 去啊 我也嫌浪费钱啊 是不是 你说呢 如果去到的时候 你准备一箱番茄鸡蛋给我呢 那就另一个玩法啊 是不是 那也是啊 虽然有些不玩保 不过都可以好好玩的 虽然有些浪费 不过也是个情感的宣洩 看到这样的渣载 是不是 没错 那回来先 那边有很多人啊 就马上拿他这张海报啊 就来放大看啦 那我们撇除他老MK的金屋头先 那我们从他那张海报解采一下 那这件事呢 我们有几个层面要说的 有很多人就问了 这张海报呢 会不会违反港区国安法啊 有没有什么隐喻在里面啊 似乎呢 有些隐喻在里面啊 有些隐喻在里面啊 我们看一看吧 阮文安呢 坐在中间呢 厉害啊 挺有趣啊 他有个袋巾的 就是拍着他穿着西装 那样的 应该是卡在里面啊 他的头 那穿着西装呢 那个袋巾呢 是LV品牌的 那样的 不过完全是最大的侮辱啊 对于这个品牌 那他坐在一张椅子那里 那张椅子的左右呢 那背景呢 暗暗呢 就有那些戴着猪嘴啊 黄头盔那些暴徒的 不过特意吞暗了 那颜色呢 你就看不出来是黄色 但是看到那些猪嘴人呢 就拼着一枝黄黑的旗 那可不可以说他这枝黄黑的旗 又有些什么问题呢 在里面的隐喻呢 那这个一件事先 那是不是违反港区国安法呢 我觉得呢 有几难叫捉到他去的 虽然大家看到 哇 还有黑暴在那里 这些政治意识 那有政治意识一件事 我等一下再说 就是你问是不是港区国安法呢 我们现在用港区国安法的层面 去看这张海报先 他就不是写光时 左边是胜利 右边是必胜 那请问呢 现在还见不见到 这些带着黄色头盔和猪嘴的人 在街上走街 或者叫集结 量他们的X胆都不敢 就是这样的了 现在就 纯粹呢 都是在海报 有个叫精神准利法 在阮民安的头顶 都是一个手掌的 那个手掌 是一个危红光管的形式 就是五只手指 那些人是不是说 他暗示五大诉求呢 就算他真的 摆了五一出来呢 那都奈他不何的 五一又不是说些什么的煽动性 还是怎样 五月一号行不行呢 都可以很多人说法 不是说帮他辩护 只不过是 我们以一个法律的角度 是不是很大机会叫他辩护 还有阮民安个人演唱会 下面就写着2046 那有些人就说2046是代表什么 会不会是代表他们想说那一天 就能够香港可以独立得到 那这个呢 就未免太过想象得太过远了 那如果他用了2046呢 都说是有违港区国安法的话 那要拉着黄家伟了 是不是 因为黄家伟也有点 叫2046 是的 是不是 这个要小心 我们虽然非常之讨厌 非常之觉得这个阮民安很厌护 那大家看到标题呢 为什么说什么二次过气的歌手呢 其实他有一段时间 真的过气 消息拿出了很久了 都有人说他什么 见了的 但到处处招了 招好那些全球 就好像到处行变了 最可惡的是 之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打了一段时间 写着说真的 死雨淡 但是当黑暴可惠最顶盛的时候 你都拌不到什么游泳的时候 现在的黑暴都不知道去哪里 走得走散散散 你再走出来搞什么黄色经济圈的演唱会 究竟行不行呢?拌不拌到游泳呢? 我们待会再说 好了我们回去 如果用一个叫港区国安法的形式下 这张海报 我先假设吧 因为我们始终都不是国安署 如果真的觉得这张海报有问题 大家可以检举去投诉 这个没问题 我们从麦花审那边的角度来看又怎样呢? 其实它在麦花审设备场 你一定要符合它里面的租用条款 就着这张海报 我们可以看一些条款 其中一个条款 有关于这些叫长刊 海报和宣传 那租用人呢 要在派发或者发出这些刊物呢 最少14日之前 将这个活动 或者这个什么叉野演唱会 要派发 要出售的长刊 海报宣传等等 要准备两份交给长管经理去批准的 那这些长刊也都需要符合香港法例第142章里面的书籍注册条例的规定等等 如果未获得长管经理批准的话 就不能够出售或者派发任何的长刊 海报或者宣传资料等等 即使这张海报呢 我记得有机会 不要说到百分百 是长管经理批准了 但是回来 那究竟会不会是长管经理未批准 或者阮民安都没有理会 所谓有没有什么长管经理 完全看不到他 照自己 先把海报吹出来 还说了以下的说话 都不批准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这个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即未经常管经理批准 就自己把海报吹出来 那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 或者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再从另一个层面去看 当然他在他自己的Facebook那里 已经一开播就已经说了这些谈话 又叫大家 哎呀 懲罚我阮民安一次 阮民安要人 我开演唱会了 什么 平时要跑来跑去 帮王店支援手足 是不是要如何懲罚他呢 有些人说现在情况很差 Tommy仔快点离开香港 要安全 他说这两年都听到这些说话很多次 很滚动 怎么都要跑出来 为香港做一些事 不过离开香港从来都不是他的选择 他说 还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artist 是不是骗钱的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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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骗的 是 他如果要收观众钱 只可以透过他的作品和演出 没有其他途径 一直都想搞一场show 哇 很厉害 这个好玩 他说无论用尽什么方法 又是什么被打压 又是reject他 试过无数次了 他的团队 他说 6月头 今年6月头 突然收到麦花审场馆 说9月头有一个当期的通知 他们就趕快去试一下 竟然获批 真的难以置信 真的马鸟都滴出来的那一只 他说这两年失望了太多次了 真的太难了 他说之后就立刻飞去落顶 籌备 全部都是自己自知的 就跟大家公布这个消息 这场show 每一个带位的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dancers 还有宣传100%都是自己人和年轻人 一旦就不交 一旦就一定是一场给香港人看的show 哎呀救命啊 真的看完这篇 我觉得个人都自己变得黄色的肥肤 没管动啊 你这样写花匙巾吗 还说这个show 可以把整个黄圈连结起来 哇 哎呀救命啊 看一看 放长双眼看看 就说很多不同的黄店的身份去支持他 遲些呢 又说什么呈献是吉紧的嘛 协板就是青木堂啊 是不是韦小宝啊 青木堂堂主 哈哈哈 陈近南啊 买飞平台 买飞平台 快点 买飞平台 快点 买飞平台 买飞平台 那些online可以去买的 哦 他说哦 因为呢 当然他写得很认真 因为疫情的问题 令到座位有限 他说万一真的很多人都支持我 而令你们一直follow了这么久 又买不到飞 那怎么好呢 那他就昨晚呢 就灵光一闪 一到灵光一闪 一闪打到他头上 他说哦 是啊 立即呢 就摆出来 就叫Fans Page 快闪御售 Fans Page又说 你这个人 你以为你占了什么 哈哈哈 有事有臭口 搞笑 大家填好资料 再把钱转账去某一个银行户口那里 好 就 之后在WhatsApp告诉你们 我保證你买到飞 位价格还会漂亮 这么像那些X弱党 哈哈哈 好像你以前买 或者都像那些骨灰银那些 买定点 没死都买定 哎呀 很快就买了 这个银堂的灰位 一定是这样 你先给我钱 还没给你发售的 对了 我先给你留定 包你漂亮 这个贝山门燕海 左青龙右白虎 到时一定看到我的L样 坐到最近 几乎可以咀他一口一样 现在包補漂亮飞 我觉得奇怪 你这样私下收了人钱 去帮你留定些位置 那他们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了 现在他就变成了即使他会自己私下收了一部分的乃区 是买票的钱 然后很好笑 又学那个黄建明说 香港人继续抢下去 香港人继续抢下去 还好笑 他说 依然相信香港人养得起香港人 这句好像是抢杜文责 这句好像是 他说这场show很精彩 支持我嘛 那些这样 很好笑 我都笑到跌在地 已经看到 那也有很多真的傻的 都走去订 马上入钱 过完钱之后 就WhatsApp给他 现在阮文安在Facebook上说 优先预售门票 已经一晚卖X了 接下来大家在13号的时候 下午3点再抢购 是不是 这么快卖了 可能也有 那么多瘋 那么多瘋 瘋人啊 真是夸张 救命啊 我看到有些人在阮文安的Facebook上 放了一张照片 就是他自己和阮文安的合照 阮文安平时的照片 原来撿得挺好的 因为他和阮文安的合照 出来的那个人 他没有额外撿过照片 哇 整个阮文安又疼的 就是他撿完照片之后 起码后生了十年 起码后生了十年 他很搞笑的 他不知道摆了一张照片 他和阮文安拍的 然后隔壁呢 哇 拍到阮文安是什么 没有国泰 患有文安 哈哈哈哈 你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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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餐厅 门口有这样的死人 哎呀 真是看到都反胃了 怎算下饭了 这些餐厅真是 是的 我们不会进去的 我们去到另一个层次 去说这件事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 现在他收了钱 如果万一阮文安 要想些什么 execute出来 才会最多人去买票呢 他一定要制造一些东西 好像什么阿布泰 鸡鸭同装 我现在被人打压 会不会有机会就是这张海报呢 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这张海报呢 假如 场本方面的经理 看到这张海报 喂 不行啊 不准出这张海报 你未经过批准 就出了这张海报 不行啊 可能到时候 哎呀打压我啊 好怕我连我的show都 会没有啊 快点大家来买我的票 可能最后一次而已 以后就没有了 有些像 当时那些什么爆眼老师那些书呢 那些书呢 就有人追击他的 如果万一 其实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 就是场馆经理方面 就对阮文安有什么意见 就说他的show 可能随时有什么东瓜豆腐 就叫人来快点来支持他 第二样呢 就是假如又有一些激男的团体 就去追击阮文安那些什么海报啊 追击他这个演唱会啊 又可能叫做 违反国安法的演唱会等等呢 或者很多不同的东西 来到追击他的话呢 又可能激起了那些人呢 真的星期五的时候呢 就去抢票都不顶的啊 如果没有人出来说打压阮文安的话呢 就是没有一些东西出来 令到阮文安 像是受打压的话呢 就没有人买的了 这些票 或者叫做可能卖不完的 现在呢 我不知道他放了多少张 出来说自己是要这样 预先去卖先啊 那这里是一件事 其实预先这样去收了这些钱呢 其实都有机会是违反了租用条款的啊 不过呢 这个位置呢 就有得斟酌 因为呢 其中有一项条款里面呢 就是他们 就是阮民安的租用啦 是 门票的设计啦 门票的数目啦 以及这个叫做票价表 就是收费活动的票价表呢 以及座位表等等呢 是要交由场馆经理批准的 哦这样啊 哦 那会不会有些 那票价表的位置呢 我不知道他这样算不算是 叫做有违反啊 我这儿有关当局就会 就是如果有违反的 自然就会找他啦 我相信 嗯 那如果真是 万一去违反了某些条款 开不成的啦 开不成的啦 对啦 开不成的打压 政治打压的啦 哈哈哈哈 但是这些收了钱啊 钱都收了啦 是啊 那怎样啊 这笔钱做什么好啊 哎呀 才到光棍收就是 那就当支援手足啦 就是这样的啦 如果真的呢 假设 他现在收了这笔钱 他那个活动 或者租这一堆东西炮汤的话呢 那他可不可以说 哎呀 我呢 要出钱给danser啦 要出钱给之前 之前 帮我们手搞poster也好啊 又退回给黄店 有很多不同的行政费要退啊 七十八十之后都没什么的了 剩下之后那些呢 哎呀 好啦好啦 我跟你捐回去黄店啊 六一二也好 咦 那个无端端呢 又可以被他捐一笔的了 即使呢 一搞得成一件事 搞不成呢 可能更加好 也可以捐一笔出去分掉他 是啊 所以这个老MK呢 可能都是计算的了 不过就算怎么玩到他呢 他如果万一有些违反了租用条款那些呢 刚才常常说的 到时候就叫政治打压了吧 是啊 这个 这个是万能键来的 政治打压 就是凡是你有什么 头云申请都好 你都可以拿到他政治打压 这个没问题的 绝对 嗯 因为他们搞了 就立刻叫政治打压的了 是啊 一定的 每次都是这样 女士不爽 嗯 那现在其实就是 讲到底啦 就有两个位呢 他会出事的 第一就是这个 这样叫做票务的安排啦 你这样去私自收了些钱 先这样去帮人 啊 买票 那究竟又行不行的呢 这里有得斟着了 这个位就不是那么明显 那另一个呢 我就真的很想知道了 究竟他这张海报呢 和他这个宣传的plan呢 有没有得到 场馆经理的批准呢 这个真的很想知道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问 哇 把海报这样做 政治宣传意味的呢 这样都批准 有没有搞错啊 如果假如呢 真是他未经批准 就出了这张东西 万一到时候 整个show是获了的话呢 那那笔钱呢 哦 正啦 财到tommy手 一去就没回头 哦 哦 那你们也可以当是什么政府打压啦 什么唱歌呢 都不让他唱下去 那么喜欢唱去上网唱爆去咯 是不是呢 现在那个场地批出那帮人 会不会有其他人来找他 搞一些示威呢 会不会呢 这个真的要看看 我都在想 就是场馆负责机构 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的 对击击也没叫干扰 对击击啊 辛苦你了 现在两边都很行的嘛 为什么容许这些黑暴搞演唱会 到时一个反中乱港 充满政治宣传意识的演唱会 麦花臣叫谷花新场馆 以后不要叫麦花臣 黄菊花啦 不如黄菊花啦 黑色的演唱馆 他变成了黑蜗 再者呢 阮文安我看他这样写 就说自己是已经给了 他就是给了订的 那美数呢 他交完美呢 还是怎样呢 他都可能还没给完 可能不给的 最坏最坏的就是不给美数 总之就继续了签 然后走人 有可能而已 不一定的 这个不知道收到多少个 那也不知道 不过 说到底 那些人呢 万一有什么事呢 都不会追回阮文安的 你想想 阮文安这些垃圾 你觉得要给钱去听去唱歌 你基本上已经是 可以说你是品味是恶族的了 你的兴趣是非常另类 你不要说我 为什么这样说你 Bad taste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东西 你都给钱去听 就是那个心态 基本上是很有问题 就是那个价值观和心态 很有问题 到时候阮文安说 我没有钱给你 还是怎么办 他们可能都没有什么 都觉得 因为那些人已经不是正常了 所以正常的人是值得被人欺骗的 我才觉得 嗯 是啊 那我们暂时看看阮文安 看到这些事情 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觉得这个是什么 片中传奇呢 真的是一个艺术师 骗你就不明白 说是艺术师 骗了多少呢 这次 会不会到最后搞不搞成这个演唱会 我不知道 50-50 我会买就50-50 我买就搞不成多 因为我看他的专页 的而且是骗了很多赞 很多分享 你是猜不到的 可能真的假的,所以我会买一半半的 期待,热切期待 我们这次暂时在这里,多谢大家,拜拜